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入Git的世界。 在课程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版本控制系统的演变历史, 以及关于这系列课程的主要内容。 在版本控制系统出现之前,我记得二十多年前, 我那个时候在研究生实验室里面跟同学们一起做项目开发, 那时候还没有版本控制系统。 那我们怎么开发呢? 就是在一台服务器上面把文件共享出来, 然后各自建个文件夹, 就是以这种目录拷贝的方式来区分不同的人开发的东西, 以及各自开发自己开发的这个文件, 也通过这种文件夹的形式标上1.0,2.0,3.0, 基本就是这样的开发状态。 那这种情况,我个人感觉, 大家一起开发的公共文件是非常容易被覆盖的, 还有我在开发的时候,我得不停地跟别人说, 我现在正在开发这个,你们先不要动啊,这样。 所以沟通成本是非常高的, 因此整个项目集成下来,集成效率也是非常低下的。 而现在,我到了协程工作的时候, 我会去问新的同事, 我说现在大学里面,你们做毕业设计, 或者说做项目开发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玩的? 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也没有版本控制系统, 所以我个人认为, 把类似于Git这样的这种版本控制系统, 带给大家,分享给大家,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我们看到了,就说右图这边, 这种以目录拷贝区别不同版本的这种形式, 不仅是过去,现在也还存在。 当然,时代发展了, 在这几十年当中呢, 已经有很多开源的, 或者是商业化的版本控制系统, 走入了我们的世界。 其中,像CVS和SVN这种集中式的版本控制系统, 它也曾经被很多团队所喜欢,所接受。 集中式的版本控制系统出来的时候呢, 那这个系统,它具备了什么样的特征呢? 它有一个集中的版本管理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存放了, 就是整个项目的每个文件, 乃至每个文件夹的一个一个的版本演变的历史。 也就是说, 哪一天你本地没有这套文件, 从版本控制系统的服务器去取, 也是非常容易的。 它已经把历史当中的出现的这个文件呢, 演变的历史一个一个的都存在到服务器当中了。 因此呢, 它具备了这种提供大家历史上的这个版本的搜索的能力, 以及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的这个能力都具备了。 还有出现了它也具备这种分支管理的能力, 可以让不同的分支一起做集成。 那么这样的这个特征使得集中式的版本控制系统, 比起之前没有版本控制系统做集成的呢, 它整个的项目的效率在集成方面是有明显的提高的。 不过啊, 这个集中式的版本控制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Computer A跟版本控制系统之间, 对吧? Computer A它通常来讲呢, 它是不具备像服务器一样的一个完整的版本历史的。 那Computer B也是一样的, 因此这些客户端, 它必须时时刻刻的和服务器相连。 那么有很多人认为这种集中式的版本控制系统, 在这个速度对吧, 性能方面是存在不足的。 像Linux的内核开发者李纳斯, 他就有这种观点, 他就是不接受CVS和SVM这种控制系统。 那么后来呢, 又有一些人针对集中式的控制系统存在的不足呢, 所以呢, 就创造出了分布式的版本控制系统。 那分布式的版本控制系统和集中式的控制系统, 很大的一个差异是, 你看我们的这个服务端和客户端使用的都有完整的一套版本库。 那脱离服务端, 客户端是照样可以管理版本的。 并且这个查看历史以及版本比较等多数这种版本之间的这种相关的操作, 都不需要去访问服务器。 也就是说, 分布式的控制系统比集中式的控制系统更能提高版本管理的效率。 那么, 分布式的控制系统呢, 曾经有一款商业的工具叫做BitKip, 那这款也曾经提供给Linux的开源的这种社区使用, 但是后来是因为商业化的原因, 那么像林纳斯他们呢, 就不能够享受BitKip的这款工具了, 逼着林纳斯开发出了Git这一款版本控制系统。 当Git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还对他发生质疑了, 但是不久之后, 因为Git他具备的特点, 非常好的这种特点, 导致了开源社区过了没多久, 就陆陆续续的都采纳Git, 从SVM转移到Git来进行版本控制了。 那Git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呢? 这个最优的存储能力以及非凡的性能, 得益于林纳斯本身的这个技能, 他是内核专家, 也是文件系统的管理专家, 所以他开发出来的Git具备了最优的存储能力以及非凡的性能。 然后呢, 林纳斯他本身就是崇尚开源的, 所以他开发的Git也是开源的。 那么Git他还很容易做备份, 还支持离线的操作, 那么基于Git他的分支管理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而且也非常容易定制工作流程, Git具有这么多的优点, 所以啊, Git相对成熟之后, 后面就有很多开源的或者说是商业化的这种平台, 基于Git做的这种web的这种提供服务的, 产品就出现了, 包括有GitHub和GitLab, 很知名的。 那么咱们这个关于Git的课程呢, 主要的重心首先是教大家学会如何使用Git, 以及了解Git的工作原理。 其次, 我们也知道现在Developes无处不在, 就是开发运维这套要打破壁垒, 能够提供快速持续交付的这样一个环境的这种平台呢, 也是雨后春春帮的出现, 包括GitHub, GitHub我们是不能不讲的, 为什么呢? 它是我们全球最大的开源社区, 里面有非常好的这种开源项目, 值得大家借鉴。 同时, GitHub除了自己开发了这个代码管理, 代码评审, 以及项目管理相关这些功能以外呢, 它还引入了跟第三方公司, 就它有个GitHub的市场, 这个市场里面呢, 把其他好的优秀的公司呢, 包括这种代码质量, 以及持续集成的这种工具呢, 都纳入到了当中, 那么整个GitHub提供代码的存储, 再加上它的商业化的合作伙伴, 提供这种持续交付, 持续集成的这种环境, 那整个的DevilOps的支持全流程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平台呢, 也就当生了, 那么GitHub, 那我们肯定要教大家学会, 而且是在上面要高效的这种搜索, 你想要的项目, 这点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 那么聊了GitHub, 还得聊一聊GitLab, 为什么呢? 因为GitLab它有一个社区版本, 现在很多公司呢, 就是很喜欢GitLab的这块的这个, 因为它又是开源的, 对吧, 不用花钱, 同时, 它自己GitLab又自带了GitLab的CEI, 可以GitLab自己提供了CEI的机制, 这一点是它跟GitHub所不一样的, 那放眼望确,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阿里原平台, 用的也是GitLab, 还有包括点评, 去脑, 协程, 一系列的公司, 也是基于GitLab做自己的代码平台的二次开发,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不妨也把GitLab介绍给大家, 那整个的话, 我们整个系列的课程会围绕着Git, 以及基于Git的这种DevOps, 这种持续交付实践如何开展, 那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个内容进行讲解的, 大家好, 用Git之前, 我们先给大家交流一下如何安装Git, 请大家按照我浏览器上的地址, 打开你们的浏览器, 然后把这个路径输到浏览器地址栏上面, 好, 那么这个是Git-SCM, 是Git的官网, 这边提供了详细的一些文档, 给大家参考, 那我喜欢简体中文, 所以我这一块的话就切换到了简体中文了, 那你如果喜欢英文的话, 你可以左边的, 对吧, 再找到英文的语言, 点这里, 这边是英文的, 如果喜欢简体中文, 那么请切换到简体中文, 那右边起步栏这边, 有一个安装Git的, 我们点击进去, 它非常详细, 按照Linux和Mac以及Windows, 都给予了安装的说明, 今天我们以Mac作为演示, 这边的话, 有傲进制的安装程序, 大家可以点这个链接, 把最新的Mac上的安装包, 下载到本地, 好, 现在我们已经从Git的官网上, 把Mac的安装包下载到本地了, 那我们看一下文件名, 它应该是2.19.0版本, 好, 我们双击它, 解压之后有个PKG的, 我们又双击它, 这里提示, 要安全性偏好设置, 要重新设置一下, 允许安装, 那我们切换到设置这一块去, 这边有个安全性与隐私, 我们点进去, 好, 允许从以下位置下载的应用, 这边是说已阻止的, 所以我们点击人要打开, 这样, 这边弹出来了, 那么, 我们点打开, 好, 把下面的切换过来, 这个可以关闭, 这个就是呈现正常的安装步骤了, 我们这里只要一路回车下去就可以, 要输入密码, 安装软件, 好了, 已经安装成功了, 现在呢, 我们需要验证一下, Git是不是真的安装好了, 我们可以打开Launchpad, 然后呢, 里面有个Mac自带的中端, 打开, 我们全屏, 这样看得清楚一点, 然后输入Git, 杠杠, 我寻, 看看, 如果成功的话, 应该显示, 2.19.0这个版本, 好, 由此, 我们可见, 这个Git真的是安装成功了, 这样的话, 后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安装好的Git, 教大家如何使用它了, 那希望大家也能够尽快的, 在自己的个人工作电脑上, 把Git安装好, 那么, 其他那个Windows的用户, 我们回到官网给大家看一下, 具体的演示呢, 就不说了, 我告诉大家位置, Windows的安装, 它也分了几种情况, 有原代码的安装方式, 还有奥进制的安装方式, 还有它提供了GitHub的, for Windows的安装, 那我一般是喜欢, 这个M6Git的, 就是最上面的这一块, 就是打开, 这个链接, download win, 那么, 这个Windows安装呢, 它比较智能的, 你只要点击之后, 它会根据你的操作系统的特征, 到底是32位的, 还是64位的, 帮你下载, 对应的, 奥进制的, EXE的, 这个安装包, 你只要跟刚才的Mac, 这一路回车下来, 就可以了, 就可以在Windows上, 也把Git安装起来了, 以上, 就是Git的安装步骤, 希望大家, 能够根据官网, 结合自己的操作系统, 及时的, 把Git安装好, 大家好, 上一讲, 我们已经把Git安装到了本地, 下一讲, 我们马上要让Git帮我们进行文件的版本管理了, 那么, 在让Git干活之前, 我们必须得做一个最小配置, 也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参与项目开发的这个工作人员的user的name, 以及他的email进行一个设置, 大家可能会想, 别的一些版本管控系统用的时候, 好像没有这种设置要求, 那为什么Git需要这些信息呢? 我用Git用下来的,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们每一次的变更, 就是说在哪个时间点, 是谁做出的变更, 那这个信息呢, 是跟着某个变更的信息捆绑在一起的, 同时呢, 我们在做code review的时候, 那每一次的这个变更, 如果带上了这个用户的email地址, 那么评审的人员在这个平台上面, 指出了这个你哪个文件哪个地方有问题之后呢, 那我们的Git的这个版本管控的web系统, 它就自动的会把这个变更者的这个email取出来, 然后呢, 就自动的发个邮件, 给这个变更的人, 所以呢, 我们Git这一块呢, 它这个原理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变更的信息, 要有个用户的name和email, 是必须配置起来的, 假使大家在用Git的时候, 如果忘了做这种配置, 那后期呢, 你在Git做变更提交的时候呢, 它应该会有一长串的提示信息, 告诉你, 必须做相关的配置, 好, 那么正常的配置指定是在这里, 就是Git, Config, 然后这边提供了一个参数, 是global, 然后呢, 是user.name, 然后再把这个单引号里面, 就是把你的这个name填进去, 以及下面的这个就是, 把你自己的email填进去, 这个email可一定是要是, 你自己能够收得到邮件的email, 是要一个有效的email, 大家可能会问, 这个地方有global, 是不是还会有别的呢, 还真是, 除了global以外, 我们还可以设local, 以及设system, 这三者是有差异的, local是只对某一个Git仓库生效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使用Git的时候呢, Git会管理我们的文件系统, 它不是整个操作系统级别的管理的, 它是你华规, 比如说在某一个地方, 建了一个Git的仓库, 那这个仓库呢, 相当于就是独立的一个项目, 管控的这样一个区域, 好, 那么你如果设置了这个local的话呢, Git所配置的这些信息, 比如说user.name, user.email呢, 只会针对当前你工作的这个仓库有效, 你比如说切换到另外一个区域去了, 另外一个Git的仓库, 那那个local范围的这些配置值呢, 就不再生效了, 而这个global的意思是呢, 比如说我刚才登到Mac系统, 我是苏林, 那么我登陆进来之后呢, 假使我这个Mac系统上面呢, 有10个我的仓库, 那我如果说这些global的这些设置项呢, 等于对我这10个仓库都是有效的, 这个也就是对当前用户所有仓库都有效,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有些时候啊, 就我们很可能为了提高效率嘛, 如果说我针对10个仓库, 本身就是要标识出是我苏林做的变更,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用一个global设置, 这样的话就没必要登陆到一个一个的仓库里面, 做这种配置了, 所以工作当中global的方式是非常常用的, 那再接下去还有一个叫system的, 这个不常用, 为什么呢? 它是对系统所有登陆的用户有效, 这个基本不用, 那么如果你在做设置之前, 你很可能想看一看, 我现有的设置是什么样的, 那这个时候就要用到list, 那后面可以配local,global和sist, 待会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现在本机现在的这个状况, 有哪些配置已经生效了的, 那好,pwd意思是当前工作的路径,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想看一看, 我现有的设备当中已经配了哪些东西, 对吧? 比如什么都不输的情况下, 它是会提示你, 就是说这个命令有哪些参数, 那我们现在呢想看一看, 想看一看就用list, 有这么多, 对吧? 如果什么都不配的话, 它应该是把三个范围的所有的这个配置都出来了, 假如我们给它划定一个范围, 比如说global吧, 先global, 嘿, 好,global这一块只有设置的一个值, 就是我的git的帮助文档所在的路径, 就设了这么一个东西, 那我们再看看system呢, system多半是安装git的时候, git默认帮我们配上去, 有这么多, system的配置值已经很多了, 这些, 像这种alias.s, 就是说你为了让这个git的这个命令短一点吧, 然后呢, 它代替了这个status, 就是alias, 对吧, 同名的这样一个意思, 好, 这是system, 那我们再看看local, local它直接就报错了, 为什么报错呢, 它告诉我们说, 这个local这个参数, 这种选项呢, 只能够放在一个git的仓库里面起作用, 只能够被用在某个git仓库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当前路径根本就普通的路径呀, git根本就没有管理这一块, 因此这一块local的这一块呢, 我们后期它不是要配套的git仓库吗, 那我们要采用git进行版本管理, 除了最小配置以外, 接下去马上就是要跟大家说, 要去建一个git的仓库了, 那那个时候我们到那个环节, 我们把local的这个东西配置起来, 再看一看, 那么这节课我们把git, 在使用git之前的最小配置做了一个讲解, 那么希望大家课后呢, 就可以直接采用这个命令, 对吧, 什么样呢, 就这样, 然后呢, 我们作用域的范围就是这样, 然后呢, 要把优色点name, 空格, 这个地方你不要写等号, 写等号它错的, 用这样空格, 然后方式, 我会设什么呢, 我一般是喜欢这个英文名的, 好, 然后email地址, 这个题吧, user.email, 你们结合自己的, 后面的引号里面的内容, 写成你们个人的, email地址, 是这样,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我设置成功了没有, 就这样, 好了, 你看, username生效了, user.email生效了, 有了这两个东西, 我后面, 建好仓库之后, 做变更的时候, 提交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再出现, 一场创的报错信息了, 好的, 本讲, 我们已经把, 给它使用之前的, 最小配置, 跟大家做了一个讲述, 希望大家课后呢, 马上要去设置起来, 以免日后啊, 就是你生成committed的时候, 发现, 这个email地址是不效的, 或者说, 根本不能使用的, 对吧, 这样就比较麻烦, 所以希望大家课后, 赶紧把它设置好, 这样的话呢, 后面的Git的路呢, 走起来会顺一点,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上一讲, 我们和大家讲了, Git使用之前的最小配置, 当时我们对user.name和user.email, 设置的是global的范围, 那当时留了一个问题, 如果说设置成local, 会是怎么样呢, 那本节我们借, 建Git仓库这样一个课题, 我们在建好Git仓库之后呢, 对这个建好的仓库, 设一个local的参数, 就是把user.name和user.email, 做local的设置, 同时我们会在当中, 建出第一个committed, 本节我们演示这样一个环节, 那么在日常工作当中, 就建Git仓库这个呢, 其实是有两种场景的, 第一个就是建仓库之前, 项目代码已经有了的情况, 还有一种就是项目还没有, 然后呢这个时候, 也想把这个新建的项目呢, 纳入到Git广里, 那么针对第一种情况呢, 我们只需要进入到, 已有的项目代码所在的文件夹, 然后执行Git initial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种情况, 也就是今天我们想演示的情况, 这是一个新项目, 代码呢是很没有的, 好, 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呢, 就需要挑一个文件夹, 然后在那个文件夹里面呢, 执行Git initial, 然后呢, 我们项目的名称, 这个时候呢, Git会在当前路径下, 创建一个和项目名称, 同名的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里面呢, 会有个裸仓库, 叫.git, 那么我们要开发的话呢, 只要进入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了, 好, 我大家一起演示一下, 当前的路径, 在这里, 我就挑101-bitrun的这个路径下, 然后呢, 进行建仓库的行为, 这个地方呢, 同路径下有个0-material这样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里面存放的是, 我们要演示的项目的一些素材文件, 先把仓库建立起来, get init, 然后取名叫get learning, 咱们的新项目的名称就叫get learning, 然后进入到这个get learning的文件夹下面去, 我们看一看有什么, 它只有一个叫做.get的, 这样一个隐藏的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是get的核心内容, 那.get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这个我们放在下一讲, 那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来看一看, 我们的get config这块, 如果要把它设置成跟仓库相同的, 就是作用域的范围是local的这种仓数, 该怎么去设置, 我们先看一看, 我们global下面, 咱们的user.name和user.email是什么样的, 大家看一下, 是这个模样, 那为了区别对待, 我们看一看, 就是说, 如果把它这个仓库, 我们get learning这个新建的仓库, 如果说user.name和user.email设置成跟global不一样, 那最终, get到底是采取, 哪一个级别设置出来的name和email呢, 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这个时候, 为了以示不同, 所以我们特意的, 应该把这个local的这个仓数的设置啊, 把它区别对待, 我们不要设成unahady, 我设成我的苏灵这样啊, s-u-m-i-m-g, names, 然后呢, email呢, 把它设成另外一个email, 是要我能够收得到邮件的这样一个email, 还是用我以前老的email地址吧, 这些地方要仔细一点, 这些地方配错了的话, 待会是不起作用的, 所以我们多看一眼, 然后最后看它是不是设置成功了, 我们还是得用list, 来看一下, 核对一下, 当前这个仓库, get learning的仓库当中, username叫苏灵, 然后user的email叫这个, 163.com的这个email地址啊, 好, 那么配置成功之后呢, 我们为了演示效果, 先把这个屏幕清理一下, 接下去, 我们就是要往第一个仓库当中, 添加第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叫leadme, 那么从哪里考呢, 就是从刚才的这个0-material里面, 把它拷贝过来, 考到当前路径下, 然后创建committer的这个命令呢, 就是这个样子, get commit, 然后加个-m, -m就是说你为这次变更, 理由是什么, 你把原因写一下, 我们就简单一点, 写成add readme, 好, add readme, 他告诉你啊, 这个地方大家仔细看了, get的好啊, 还有体现在什么呢, 你出错了, 他这个出错的信息是非常详细的, 大家不要害怕, 只要认真的稍微耐心的去看一看, 我们跟着他的提示信息走就行了, 他说我们的这个leadme啊, 还没有被get管控, 所以你用get commit这个命令, 它是不生效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对新加入来的这个文件, 必须先执行get add, 然后把文件名写下来, 这样, 然后我们用get status, 看一下get现在的状况如何, 他说, 跟刚才的提示不一样了, 刚才是说没有跟踪, get没有跟踪这个文件, 也就是这个文件没有被get管理起来, 那现在不一样了, get已经开始管理这个文件了, 只不过是说呢, 你现在这个文件啊, 已经在我的暂存区当中了, 这个叫做stage, 我们现在已经在stage的这个状态,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需要把它生成一个正式的committer, 怎么操作呢, 就是刚才我们出错了的这个命令, 出错是因为它不是本身错, 而是说前面有个环节还没做, 那么get commit-m-add readme, 这个时候应该不会提示这种情况了, 我们看一下, 不一样了, 他这个时候是说must是它的分支了, 就是说must它的lootcommitter, 就是根部的这个committer已经创建出来了, 我们不妨用get提供给我们的日志的这样一个命令,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创建出来了, 果真, 这个是正常的行为, 这个环颜色的这个显示的是committer的ID号, 然后呢, 他提示了这个author, 你看author就是作者, 就是完成这一次提交的, 这个作者, 他是苏林, 对吧, 这个苏林是刚才我们设置的, 他这个是用local的这个参数设置出来的, 还有一个email地址, 收这个163的这个email地址, 也是local的, 由此, 我们可以推测出来了, 这个在global和local这两个作用范围当中呢, 应该是local当前设置的这些属性, 优先级是第一的, 它比global要优先级要高, 当你global的参数设置好之后, 然后你又新建了一个仓库, 在仓库里面, 如果你对这个仓库额外的设置了, 优先点name和优先点email的话, 那么肯定是local的这个起作用, 就是当前仓库上的这个配置起作用, 好, 那么我们回忆一下本讲的内容, 本讲, 我们教大家用git init这个命令进行创建出来了, 第一个仓库, 其次我们验证了就是global和local这两个参数, 对我们git的这个具体的运行的这个参数呢, 这个级别来讲呢, 是local的, 是优先级的, 其次我们还添加了第一个文件, 而且中途这一块我们知道了吧, 就是你直接往git的工作路径下面, 添加一个文件, 如果马上就执行committer这个命令的话, 是不灵的, 为什么, 这个待会我们下期详细的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就是git的暂存区这样一个概念, opic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